今天的正道曲子经文 西伯来书四章一到十一节 下面请听我读 所以那进入安息的应许 既然还给我们留着 我们就应该战战兢兢 恐怕我们中间有人像是被淘汰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他们所听见的道 对他们没有益处 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 与所听见的打成一片 然而我们信了的人 就可以进入那安息 正如神所说 我在列怒中启示说 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神的工作 从创立世纪以来 已经完成了 因为轮到第七日 他在圣经某一处说 在第七日 神歇了他的一切工作 但在这里又说 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然这安息还留着 要让一些人进去 但那些以前听过福音的人 因为不顺从 不得进去 所以神就再定一个日子 就是过了很久以后 借着大卫所说的 今天就像前面引用过的 如果你们今天 听从他的声音 就不要硬着心 如果约书亚已经使他们享受了安息 神后来就不会再提到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 为了神的子民 必定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保留下来 因为那进入神安息的人 就歇了自己的工作 好像神歇了自己的工作一样 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随着那不顺从的样子 就跌倒了 圣经就读到此 愿上帝祝福那些领受听从 并遵循他话语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敬拜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 那我们欢迎你 跟我们一同的来敬拜 每次当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 我相信神爱我们 所以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只要我们存着谦卑的心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我相信神要对你说话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 神为你保留的安息 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关系到安息日的 安息的意义 我们身体累了 你就需要休息 如果你的身体 你工作 你非常的操劳 那你就需要休息 那你的心累了 你需要什么 你的心累了 你需要安息 你需要在心灵里面 得到安息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 其实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想大多数的基督徒 我们都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我们想要好好地跟随主 我们要做一个所谓像样的基督徒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缘故 我们就越来越忙碌 而这样的忙碌的生活 不断地旋转 不断地旋转 就让我们陷入在一个的漩涡当中 好像我们不能够自霸 不能够跳出来 我们就在这个漩涡当中 我们就越忙碌 我们越累 越累就越忙碌 越忙碌就越累 生活就这样的一天一天的过去 甚至到一个地步 我们不想来敬拜了 我们对我们的信仰 甚至可能你就产生了一种的冷漠 一种的麻木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今天 有一些的基督徒面对的光景 可能有一些的基督徒 他们因为逝去 水流逝去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身体感到疲累 他们的心灵也感到疲累 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韩秉哲 是韩国籍的一位的教授 但是他是在德国的一位大学当中 他写了一本书 这一本书叫做 The Burnout Society 就是一个疲累的社会 这一本书当中就提出了 我们现代人 虽然在科技发达当中 但是这一些的科技发达 没有让我们感到更加的轻松 反而是让我们疲惫的不得了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发生呢 这是因为我们整个的社会当中 我们过度的强调 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是行的 我们靠自己 我们可以做得更加的好 尤其在这两年多的疫情以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 因为疫情的缘故 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需要有很多的再训练 你需要有这一方面的训练 你需要有那一方面的训练 有很多你过去不知道的 现在公司要你去训练 要训练你 所以你可以吗 你行吗 当然行 为什么不行 我是可以的 我是行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 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去看一些很积极的 一些积极的书 对不对 一些的书 他也告诉我们 我们是行的 我们是可以的 所以每一个人 好像内心里面 我们吃了一个的兴奋剂 一直的告诉我们 在这个混乱 在这样一种压力底下 我们是可以调整自己的 我们是可以提升自己的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追求卓业 我们能够达到我们要的成就 这一本书告诉我们 为什么现代的社会 会变成一个耗尽的社会呢 因为当我们在一起说 可以可以 我行 我行的时候 我们已经忘记了说 不 我们已经不能够对人说 不 我们不能够拒绝人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就一直的 好像一个的石头一样 好像机器一样 一直的在运作 一直的在混动 甚至到一个地步 我们很难要暂停下来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把我们弄得筋疲力尽 科技 让我们的生活方便了很多 是吗 你透过WhatsApp 你可以在很远方的 你的亲人 你都可以跟他们来交通 可以跟他们沟通 你看到他们的面相 这个科技让我们很方便 但是 科技没有减少我们生活的压力 没有 科技反而是增加了我们生活上的压力 我不懂你能够认同吗 它反而增加了我们生活上的压力 而当我们的生活有越来越多的压力的时候 肯定我们的生活 甚至我们的生命就感到非常的疲惫 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所面对的一种的现况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安息 圣经非常强调安息 安息是让我们再次的在神那边 重新能够得到力量 那什么叫做安息 今天当我们谈到安息日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 安息日是在星期六 不是在星期天 但是请留意 当圣经谈到安息的时候 其实他不在在乎安息的那一天 不是 已经不在在乎安息的那一天 当圣经谈到安息的时候 我们所关注的是 你在那一天的日子当中 你需要停下工作 然后要跟神 跟人或者跟自己 来修复你的关系 在基督里面 你要再次的重新得力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一一二来 你们所有劳苦 当中担的人 到我这里来吧 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这个就是安息日的意义 所以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呢 耶稣说了 你要到我这里来吧 不论是哪一天 但是我们需要在一天的时间当中 你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你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安息日那一天 你只是休息 你没有真正的来到耶稣的身边来 那不是安息 所以如果人在这里 比如说现在我们敬拜 如果你的人在这里 你心没有在这里 你很难得到真正的安息 所以耶稣说 来到我这里吧 我们到耶稣那里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要得到安息 意思就是停下你的工作 与神与人再次的修复关系 把神再次的看成神 不是把金钱看成神 而是把神再次的看成神 然后呢 再次的也跟家人来修复关系 所以我在说 什么叫做安息呢 安息就是停下你的工作 停下你的工作 如果你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你是做那一行行业的 那么你需要有一天的时间 你就完全的停下那一个工作 你不要做那一件事情 然后呢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要与神再次的修复一个关系 你要与人来修复关系 你要与自己来修复关系 让你再次的在耶稣基督里面 能够重新得到力量 不要小看这样的安息 因为人在忙碌当中 你慢慢的慢慢的 你会跟神的关系慢慢的疏远 慢慢的你会跟人 跟你家人的关系 也会面对一些的问题 同样的 你会跟自己的关系 如果不小心的话 你内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伤害 你没有休息 你没有停下来 好好地去整理 再次的在基督里面 重新得力 这个就是真正的安息 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 第四章第一节 他这样说 那进入安息的应许 是给我们留作的 神为你为我 留作了这一个的安息 这个是神给我们留作的 神已经预备了 给你给我留作了安息 今天我不会太多地解释 那一段经文所要讲的意义 刚才我们所读的 《西伯来书》第四章 十一到十一节 其实那一段经文的意义 是这样的 当时候作者是要提醒 当时候的西伯来的教会 提醒他们 不要效法他们过去的祖先 他们以色列人第一代的祖先 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没有得进入迦南地 当时候那个迦南地 就是一个的安息 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能够 进入迦南地 不能够进入神给他们的安息呢 因为他们的不信 因为他们应作心 所以最后他们就不能够 进入安息 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神再次的透过作者的时候 神为我们预备的是 另外一个的安息 这个安息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如果你要进入这个安息 那你不要学习 在旧业的那第一代的 以色列人这样 那他们的不信 他们应作心 不 你要顺服神 你要凭着信心 那么你就能够得到 神为你保存的安息 这个是整个的 整段的经文里面 要表达的意思 但是今天我要让大家看到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有提到三种的安息 第一种的安息 就是创造后的安息 记载在第四章第四节 第二种的安息 是进入迦南地的安息 是记载在第五到第八节 就是在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进入迦南地的那个安息 第三种的安息 记载在第九到十一节 圣经称这个安息为 安息日的安息 所以你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有很多的安息 甚至你会混乱 到底他所讲的安息 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从这三种的安息 来找出 到底神预备的这三类的安息 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可以从这三类的安息当中 我们学到什么的功课 第一非常重要的 第四节告诉我们的安息 乃是提醒我们 我们要停下工作 享受神所预备的一切 第四节是这样说的 可以跟我一起读吗 第四节 来 一一二来 因为论到第七日 他在圣经某一处说 在第七日 神谢了他的一切工作 我们知道这一节的经文 是引用了就业创世纪第二章的经文 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们 神在第七日的时候 就完成了他一切的工作 然后在第七日 神就谢了他所做的一切的工 弟兄姐妹 神在第七日 他做了什么 神在第七日 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他没有做什么 对 他没有做什么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神很浪费 照一天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神其实他应该照六天就可以了 对不对 他创造第七天 然后在这第七天的时候 神他没有做什么 完全没有做什么 如果完全没有做什么 用来做什么 我想在我们的 中华人的文化里面 我们很难去 接受这样的一种的观念 如果有一天 你没有做什么 你告诉人 我今天什么都不做 没有做什么 人家会把你看成是一个 懒惰的人 不然的话 有人会告诉你 你在浪费时间 有没有 我们会把 如果你一天 你没有做什么 就是浪费时间 但是请留意 当神创造第七天的时候 他特地地把这一天 看成什么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需要走 什么都不需要走 你看到吗 那一天 第七天 神没有创造什么 但是还是一天 神还是把它看成是 一天 那一天 没有创造什么 不代表没有那一天 没有 那一天 即使没有创造什么 只是那一天 神还是把它看成是 一天 所以还是把它称为 第七日 而且圣经说什么 神还要赐福给 第七日 你看到吗 神赐福给 没有做什么的那一天 你可以想象到 到底为什么 神要这样的来 创造这一天 就是要你没有做什么 完全的 不做什么 人是在第几天创造的 记得吗 人是在第几天创造的 第六天 人被造是第六天 然后人在被造第六天的时候 神就给他一个的使命 就是他要管理大地 他要管理大地 这个是人从神那边得到的使命 但是请留意 请留意 当神给人这个使命的时候 人是不是 接下来就赶快地去做工 有没有 有没有 有还是没有 没有 因为接下来的那一天 就是什么 安息日 没有做什么 什么意思呢 我们人被造的第一件事情 人被造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工作 人被造的第一件事情 我不是说你不要工作 我只是说第一件事情 人还是要劳碌工作 圣经有说的 你要劳碌工作 但是很特别的就是 当人在第六天被造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情不是工作 而是什么 而是什么 什么都不做 你回去跟你老板说 第一天什么都不做 第一天就是什么都不做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神创造人 第一天什么都不做 当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他做什么 他在享受神所预备的一切 因为神在第一到第六天 他已经做成了 所以当人被造的时候 他第一个他要做的 其实就是享受神所预备的一切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恩典 人被造的第一个责任 不是你做什么 人被造的第一个角色 就是享受神给你的恩典 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 你知道犹太人的时间 是从哪里算起 是开始第一天的吗 是晚上六点 我们是早上才算第一天 对不对 比如说星期一 是什么时候算起的呢 就是等一下今天下午的六点之后 就是星期一开始了 犹太人是用这一种的观念 来算他们的时间的 你没有发觉到很特别的 他们的时间的开始 不是在早上 他们时间的开始 是在晚上 所以换句话说 在那个晚上 你一天的开始 你六点的时候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你是吃饭 然后你等着 做什么 你就等着睡觉 明白吗 你等着睡觉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犹太人 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他们把一天的开始 放在晚上六点开始呢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一天的开始 不是从他们开始 他们一天的开始 是谁在开始 是神在开始 他们一天的开始 是他们先睡觉 当他们睡觉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神在工作 神在整个的宇宙当中 都在工作 而人在他起来的时候呢 他在享受 神所做的这一切 所以这个是犹太人 所要表达的一种的观念 所以从第一种的安息来看 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 就是安息 是为了让我们 享受神所预备的一切 安息 就是你停下来 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然后呢 你就享受 神所为你预备的一切 包括了这一些的自然界 包括了神在你身上 所做的任何的工作 忙碌的生活 常常让我们慢慢地忘记了 原来 神也在工作 有没有 我们在忙碌的工作当中 有时候 我们忘记了 神 祂也在工作 我们在忙碌的工作当中 有时候 甚至我们在扮演神 我们以为 没有我们 这个世界好像会有问题 没有我们 好像我们的生活 会有很多糟糕的事情 会有很多糟糕的事情发生 好像 这个世界 或者说至少 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 真的很需要我们 我们在扮演神的角色 我们 希望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 我们都在掌控当中 所以没有发觉到 今天有很多的人 他的生活都是很紧绷绷的 因为每一个的部分 他都想要抓得很紧 只要有哪一部分 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下 我们就会如何 我们就会担心 我们担心 他会出差错 我们就很有压力 然后呢 我们就会紧张 我们就会焦虑 我发现到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 就好像马戏团里面的 那些 所杂技的一些人 你看到马戏团 有一些人所杂技 他放一个枝 一个枝子 对不对 然后上面放一个盘 然后就转一个盘 然后呢 他又再多转一个盘 然后他又再多转一个盘 一个的时候 我们看得比较轻松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然后呢 要一直地转 要一直地转 我们很担心 这个盘子会跌下来 你发现到 我们现代人 有很多人 都有很多的盘子 我们在小时候 可能我们只有一个盘子 只要读书好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当你渐渐长大的时候 你发现到 你需要买房子 所以你需要多一个的盘子 就是经济的盘子 然后呢 你结婚了 你需要另外一个的盘子 就是你的儿女交易的盘子 然后呢 你的父母亲年纪又大了 所以你又需要多一个盘子 就是你要照顾你父母亲的盘子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的身体又有状况出现了 所以你又多了一个盘子 你看到吗 人生里面 你好像都要故作很多的盘子 你很担心 只要有一个的盘子 跌下来 你的生活就糟糕了 所以你生活非常很大的压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安息 再一次地提醒你 你不是神 你只是人 安息再一次地来整理你的关系 安息再一次地让你看到 有一些的盘子跌下来 没事的 你知道吗 有一些盘子跌下来也没事 有一些的盘子 你不需要继续转 你不需要去动它 它还会继续转 你不需要担心 你看到吗 你有没有发觉到 当一个婴孩 他一出生的时候 他做什么 他做什么 他什么都不需要做 他做什么 他享受父母亲 为他预备的一切 看到吗 父母亲已经为他预备一切了 所以他一出来 其实他就在享受 父母亲为他预备的一切 亲爱弟兄姐妹 你是神所爱的儿女 神希望你 至少你六天 七天当中 你能够有一段的时间 你停下你的脚步 你放下你的工作 你享受 神为你预备的一切 你的人生当中 不需要任何 都是你在掌控的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的 你不是神 你只是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人 你知道保罗他有讲一句话 保罗他有说一句话 对不起 我的这里没有 没有battery了 帮我一下 没有battery了 OK 保罗他说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来一一二来 我栽种了 亚波罗教官了 唯有神使他生长 请留意 这一句话呢 保罗当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其实他是用农夫的比喻 用当时候农夫的比喻 当时候的农夫 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在整个的农作物当中 他们扮演的角色 是吃药的 不是手药的 农夫在整个的农作物当中 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他们能做的其实不多 他们能做的只是杀种 然后呢 栽种 浇灌 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吗 你觉得这个很重要吗 你知道有什么比你 杀种 栽种 浇灌 更重要的吗 是什么 天气 天气 雨季 还是水灾 还是旱灾 天气很重要 还有呢 你的土质 你的土质很重要 你的土质很重要 所以 还有呢 阳光很重要 还有呢 水分很重要 农夫他们知道 其实他们所做的不多 其实 能够让农作物成长的是阳光 是整个的气候 是土质 是什么 是水分 不是因为他们浇灌 也不是因为他们栽种 这些都是吃药的 农夫他们知道 他们在种植的时候 他们是配合天气 他们是配合阳光 他们是配合水分 他们是配合这些土质 所以这样的缘故 才能够成长起来 换句话说 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栽种了 亚波罗教官的 唯有神使他成长 这一句话的观念 乃是说 我们需要配合神 不是神来配合我们 那什么意思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 坦白说 没有农夫 会不会有农作物 有没有 没有农夫 人 有没有东西吃 有吗 我不是说今天 我不是说今天 我是说在古代 那个农作物的时候 其实 即使他们没有去做耕种 他们能不能找到东西吃 还是可以找到东西吃的 有很多的植物 有很多的食物 其实不是因为你有人才有的 米 不是因为有人才有米 而是鲜油米 才有人 我们只不过把这些东西 把它系统化 把它做得更有秩序 把它做得更好 但是坦白讲 没有香蕉 没有香蕉 没有人之前 还是有香蕉的 没有人之前 还是有土豆的 没有人之前 很多的食物 其实还是在那一边的 我要说的是什么 你不是神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安息 就是让我们停下工作 让我们再次的发现 原来神已经为我预备了 很多的东西 我的存在 其实我要学习 去享受神为我所预备的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 上帝还是在工作 甚至我们会取代神 我们以为如果没有我们 很多的事情是做不来的 不是 所以圣经再次的提醒我们 另外一章 我们一起来读 来 一一二来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下面那句话非常重要 神要我们安息 为什么 要再一次的认定 知道谁是神 我是神 这位创造天地的是神 人不是神 人所做的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安息就是停下工作 预备享受神所预备的一切 安息就是你停下你的工作 你再次的把你的焦点 放在神的身上 你再次的发现 原来神已经预备了一切 停止你的焦虑 停止你的担心 停止你的紧张 安息就是你把你的焦虑 把你的紧张 把你的重担 再次的交给神 因为你知道 只有他才是神 你认定你是神 我把我的焦虑 把我的担心交给你 我相信 你会为我预备这一切 所以把你的焦虑 交给神 然后从神那边 得到他给你的平安 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安息里面 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的安息是什么呢 我们看另外一章 第二个的安息 其实就记载在第五到第八节 第五到第八节 其实是谈到了 第一次出埃及的这一代的人 他们没有得进入迦南地 所以当时候的这个迦南地 就是在第五跟第八节 所谈到的安息 安息的观念 换句话说 在以色列人当中 当他们进入迦南地 他们第二代就进入迦南地了 对不对 当他们第二代 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也在纪念安息日 他们在纪念安息日 所以第五节所说的 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这里的他们是第一代的 当时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所以这里的安息是指迦南地 你要明白这里的安息 你必须要看生命纪第五章 我们看另外一段的经文 生命纪的第五章提到了 有一个的安息 但是这一个的安息 跟创世纪的安息 是有不一样的 这个的安息就是在 西伯来书第 刚才我读的第四章 五到八节所提的安息 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你留意这一段经文 来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来 你要记住 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的神 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壁 把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你的神 吩咐你要守安息日 请留意 刚才我们看到 创世纪第二章 那边的安息日的意思就是 你不需要做什么 你只要享受神为你所预备的 但是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得到了迦南地的时候 神给他们 神也提醒他们要守安息日 但是在这里 你发现原因不一样了 为什么要守安息日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绑壁 把你从那里领出来 什么意思 你不再做奴隶了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 因此你要守安息日 所以守安息日的第二层的意义 是什么呢 守安息日第二层的意义 就是你要纪念 神在你身上救赎的工作 就好像当时候的以色列人 当他们守安息日的时候 他们要纪念 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了 他们要纪念 以前他们是奴隶 他们是奴仆 现在他们成为了自由的人 所以同样的 今天我们安息的第二层的意义 就是你要纪念 神在你身上的救赎的工作 我们今天 我们不需要去迦南地 因为迦南地不是我们的安息 我们今天 我们要纪念的是 神已经把我们 从罪的努力当中释放出来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 得到自由了 再请留意 这一点非常重要 每一次当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同时就是在纪念这件事情 我们从来都不敢忘记 我们以前是一个罪人 我们本来就是瞎眼的 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了 我们已经得到看见了 这个就是第二个做纪念的观念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同样的 在我们生活的忙碌当中 慢慢的世界的声音会影响我们 会使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周围 生活的忙碌 不要小看你生活上的忙碌 你会慢慢的把神的救恩 神的救赎 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就好像当时候的犹太人 他们得到福音的时候 保罗就提醒他们 另外一章 你看 保罗他在加拉太书 他讲一句话 这句话对我很大的感触 保罗说 我很惊奇 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 借着基督的恩 呼召你们的那一位 去归向另一个的福音 那从今天来看 今天有很多的人也是一样 在忙碌的生活里面 我们慢慢的就会离开 神给我们救赎的工作 我们去归向另外一种的福音 什么叫做归向另外一种的福音 归向另外一种 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说 更加好的东西 福音就是好消息 所以今天在忙碌的当中 可能你会让金钱取代了神 你会让你的工作取代了神 你会归向另外一个的神 另外一个的福音 就好像保罗在第三章 第一节所说的 他说 无知的加拉太人 耶稣基督丁十日价 已经活性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同样的 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 有时候这一些世界的一些的东西 就会迷惑了我们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安息就是再一次的纪念 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 所做的救赎的工作 安息再一次的要提醒我们 你是属于主的 不要忘了 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但是我们不做工作的努力 我们要努力的去赚取金钱 我们用正当的方法去赚取金钱 但是我们不要做金钱的努力 因为你已经得到自由了 就好像当时候的这一些的 以色列人 他们已经从努力当中得到自由了 为什么你还要回去做金钱的努力呢 为什么你还要回去做工作的奴仆呢 我们不要让工作成为我们的主人 不要让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 所以 安息的第二成义 就是提醒我们 谁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绝不做任何其他的努力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自由的人 我们不做金钱的努力 我们也不做工作的努力 第三点 安息是什么呢 第三点 另外一张 安息是什么呢 安息就是你停下你的工作 你认定自己的身份 然后呢 你渴望永恒的安息 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一二来 这样看来 为了神的子民 必定宁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保留下来 因为那进入神安息的人 就卸了自己的工作 好像神卸了自己的工作一样 所以我们要截入 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随着那不顺从的样子 就跌倒了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神 祂为我们保留了一个安息 这个安息是在我们的未来 不是过去 不是现在 是我们的未来 而且圣经很特别的 在原文里面 这个的安息 跟之前所提的安息 在原文里面 是用两个不同的词汇 所以 圣经就把它翻译成 安息日的安息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永远的安息 这个就是 以后我们要跟神 永远在一起的安息 这个就是将来 我们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要得到的 安息日的安息 那如果你明白 整段的经文 你明白圣经里面 从创世纪的安息 到启示录的 二十二章的安息 有没有 创世纪开始 第七日稍微安息 圣经你读到最后 也是什么 安息 那个是永远的安息 从第七日的安息 神要慢慢的 慢慢的把我们 带到哪里去 把我们带到 永远的安息 那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吗 每一次 每一次 你七天 你留下一天 来守安息 你停下你的工作的时候 再一次的提醒你 你靠近永恒的安息 已经更接近一步了 每一个礼拜 你来这里守安息 再一次的告诉你 你接近那个永恒的安息 就更加靠近了 请问 你可望永恒永恒的安息 你可望永恒的安息吗 或是你害怕永恒的安息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 你不需要害怕 你跟我应该要渴望 那永恒的安息 为什么 因为那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因为那才是 我们所渴望的地方 因为那里 才是真正的没有痛苦 那里才是真正的没有罪恶 也唯有那里 才能够跟你所爱的人 永远在一起 这才是我们渴望的地方 今天我们七天 有一天停下了安息 但是你还是要回到世界当中 你还是要过着忙碌的生活 你还是要这样 所以即使你有一天安息 你还是要过着忙碌的生活 你还是要去面对很多的挣扎 很多的重担 这是我们在堕落的世界里面 每一个人都要去承受的 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不可能给你永远的安息 神要我们守安息日 最终的目的是要你 是要提醒你 要提醒我 祂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 永恒的安息 感谢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我真的很盼望 你来信耶稣 因为神已经为你留下了 为你预备了那个永恒的安息 只要你能够享受 在那边不再有痛苦的地方 不再有眼泪的地方 不再有病痛的地方 我在40岁以前 我是很喜欢替足球的 我是很喜欢替足球的 但是40岁以后 我要面对一个现实 我替足球要减少了 那么50岁以后呢 我发现到 我要完全地放弃替足球了 因为很危险 老了 要承认 那么我就变成什么呢 我变成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呢 单打不行的 我只能够双打 慢慢地 我想 可能到了一个的时候 我羽毛球 我可能也不能够打了 我那时候可能要变成 走路了 今天早上起来 我蹲下我的两个的膝盖 我要做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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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说他说什么 我蹲下的时候 我发现到 我的膝盖已经慢慢地 有一点痛了 当我弯下腰的时候呢 我也发现到 我的腰越来越紧了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告诉你什么 这个告诉你什么 你靠近 安息的日子 你越来越靠近 安息的日子了 不是你老了 是你越来越靠近 安息的日子了 感谢神 当你的 皱纹越来越多的时候 当你行动 越来越不方便的时候 不要灰心 不要气馁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当你的病痛 越来越多 你的骨头 越来越 好像 不能的 走路越来越累的时候 其实 在告诉你 你靠近 永恒的安息 越来越靠近 那如果你渴望 你不需要担心 你跟我就带着这种期待 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这个 这个就是 真正 守安息的 这个的意义 如果我们在 守安息的当中 这位主 不能够 吸引我 这个永恒的安息 还是不能够 吸引我 那我想 可能我们在 守安息当中 我们可能 有一些的问题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在忙碌当中 不要忘记 你真正的身份 你在这个世界 你只是客里罢了 你已经走了五十年 六十年 你还剩下多少的时间 可能十年之后 你就没有在这里了 时间不多 但是感谢神 因为 这个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这只是一个 帐篷的地方 没有的什么 让 没有什么 吸引你 继续的要留下来的 真正吸引你的 是在另外一边 那个才是神 给我们预备的地方 我再次重复一下 所以什么是安息 安息就是 让我们享受 神所预备的一切 让我们能够 重新得利 什么是安息 第二 安息就是 让我们纪念 神为我们所做的 你已经得到自由了 不要再回去做奴隶 不做任何的奴隶 安息是什么 安息其实是给我们盼望 让我们知道 原来 神已经预备了 一个永恒的安息 为我们存留的 有一天 你跟我在那一边 我们要再相见 OK 我们要再相见 好吗 好不好 我们要再相见 我希望我们这里的 每一个人 有一天 我们在那一边 我们还要再相见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说 主啊 是的 感谢你 你为我预备的太美好了 我真的 我每一天 我都需要你 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需要你 让我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 我需要在你当中 我再一次地重新得到力量 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每一天 我需要你 感谢您的诗歌 我需要您的诗歌 感谢您的诗歌